歌迷分享艾夫故事 叮当泪洒直播室 叮当昨晚做客电台AFM100.3夜晚最有VIO 聆听歌迷的故事 感动的泪洒直播室 叮当为4月21日在本地的歌唱 昨天来新加坡进行宣传 并受邀到AFM100.3做客 主持人程尧特安排一名叮当的粉丝 Cindy分享患癌的丈夫生前如何为家庭和女儿打拼 直到被发现患癌 行话聊期间才有机会好好陪老婆女儿 而他生前和老婆追看的最后一部电视剧就是蓝灵王 特别喜欢叮当演唱的片尾曲《手掌心》 Cindy说 丈夫最喜欢手掌心中的一句歌词 可不可以不甘心 可不可以不认命 美美美丈夫听后总会很无奈地表示 自己不能不认命 甚至懊悔无法早日明白多陪老婆孩子的珍贵 丈夫试试 Cindy现在无论工作再忙 也都会花时间陪伴女儿 看着她的成长 叮当在直播室边听边泪眼汪汪按捺不住情绪而决堤 她擦拭眼泪边表示好想给听众一个拥抱 演唱会那天如果我叫到你名字 一定要站起来告诉我你在哪里 最后更经常一段手掌心献给Cindy和她已病逝的丈夫 自杰17岁 离家出走两年 上节目听听众分享 叮当原来也有过一段艰辛迷失的成长过程 叮当透露13岁时父母离婚 从那年至17岁自己属于叛逆期 完全不良解父母 几乎每次与父亲起冲突 直到一次 父亲气到把他丢在快速公路上 虽然后来折返来载他 但始终让他觉得很受伤 于是17岁成年离家两年 直到父母四处急着找他 才恍然自己原来做错了 我那时不明白为何父母离婚 以为他们不要我了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后来知道他们急着四处向人打听我去了哪里 才知道虽然他们理你 但还很关心我 于是就和他们修复关系 他感性地说 你在外头拥有再多成就 口口声声说都是为家人好 但都比不上慢下脚步 哪怕陪家人在周末散散步 未健康 出国带锅煮菜 丁刚从小有婴儿肥 容易发胖 出道时外形胖嘟嘟 丁刚说 因为自己有婴儿肥 所以容易发胖 出出道看到自己胖胖的形象很苦恼 于是积极去健身房 经过长时期锻炼才有今天的瘦虚身材 从此 丁当开始注重饮食健康 他透露每次都会带郭子出国 然后去当地购买蔬果 自己在下榻的酒店煮汤 饭菜来吃 以及下个月本地的演唱会 丁当说以音乐为主 以及与观众多点互动 此外 他也将和去年当的 Boys决战好生所挑选的 新马两地学员陈轩青和蔡勇琪同台演唱 他特别点名陈轩青 说他是为可造之才 陈轩青外表给人很摇滚 也很擅长演唱摇滚歌曲 但是他其实很感性 唱戏抒情歌曲也很传神 像大决赛当晚他演唱 你为什么说谎 就很走心 演唱会由One Production主办 AFM100.3 联合晚报和优历周 是指定宣传媒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